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收看Marsio 媽的這樣玩 我是Hane 我是Monica 泰國曼谷是在太適合親子裡 留了不關是商場啊 主持樂園啊 各個方面都是非常適合 我們爸媽帶小孩子來玩 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是來的 Termino 21 非常交通方便 走出來就到了 家喻戶小兒百貨公司 這邊非常適合小孩子 因為每一層都很有趣 不同主題的白色 小朋友看到都很可愛 而且有很多小朋友的衣服啊 鞋子啊 用品 都好可愛 所以今天就帶著我的女兒 一起來掛 Termino 21 好了 話不說我們在這邊 也是顯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趕快進去吧 拜拜 好的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Termino 21 童裝的樓層 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PK 以前呢 是讀服裝系的我 還有生母 然後呢 要為Emilia 然後來選衣服 我們要看看 誰會贏 她會選擇誰買的衣服呢 自詩為Emilia干媽的 我不一定會贏 Emilia會選誰選的衣服呢 當然是生母的啊 她這個服裝系的秋屁啊 哈囉 我們來到第一家 要PK的店 是一家我 我們都非常喜歡 我跟Ashley 還有我的朋友 都非常常來這間店 買童裝的一起來 真的好可愛 她的名字叫做是什麼 就來這樣 One's up in a time 這件衣服 不只是衣服 然後還有她的那個配件啊 帽子啊 都超帥的 我比較想要 給她穿這一件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 我覺得這一件 好像就是在 時尚界裡面 可以 比較 穿得比較久一點 你看 小女士們 好可愛喔 這如果硬撐的話 我應該是可以穿下去的 男生的話 你看 我剛剛想拍戲 跟她長大一點的 男生女生其實都還蠻適合在家店裡用的 這個兔兔 然後呢她可以兩倍 打開之後 拉起來 她就會變成這樣囉 這是大象的 好可愛 你看 好可愛喔 可愛嗎 她自己給我豎起來 喜不喜歡 好可愛 嗨 我選好了 就這個 這是個有點犯規 你那時候好PK衣服 現在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不是說一樣單品嗎 真的要PK 小熊 小熊的衣服也有賣 好可愛 我的天 妳只能選一個 妳只能選一個 長 還是小熊 她現在是要換給我了嗎 她現在是給我大腦鴿嗎 她現在是給我大腦鴿嗎 她做了莫名其妙為了PK 要隱私心瘋買的這個 這個 玩偶 一個熊熊的玩偶 然後 其實她就是非常的別緻特別啦 她這樣子一個熊熊 她藏在袋子裡面看出頭 往外看 然後把她拔出來以後呢 你看她的帽子 還有衣服 全部都可以拆擠下來的 讓我 贏得我女兒的那個 贏得我女兒的那個 放心的一個 小熊熊 這樣作弊吧 她買了熊又買了衣服 這完全不公平啊 她買了三樣欸 她買了三個單品欸 她買了三個單品欸 對 玩得非常開心 這家叫做 U-U-SIT 我以前也是要給PK的文字 超認真 Amya 可愛嗎 天天圈 天天圈 Amya妳喜歡甜天圈嗎 妳喜歡甜甜圈嗎 妳喜歡甜甜圈嗎 甜甜圈 對 甜甜圈 那蝴蝶結呢 蝴蝶結很像 蝴蝶結很像 蝴蝶結 不寫法很好 Amya妳喜歡藍帥是粉紅色 有這個 這個對不對 妳喜歡這個對不對 妳喜歡這個對不對 對啊 欸這樣 太好了妳覺得怎麼樣 太好了 現在不是很流行 上冬跟下面穿一樣的嗎 欸妳有沒有在聽啊 Am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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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冰淇淋 還有甜甜圈 Am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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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用390就贏過我這個小熊 什麼意思 我剛剛用小熊賣一千多塊 然後這個390他就贏過我 這次是世界 最無聊的地方就是 不管是誰贏都是我父親 這間我們經過啊 想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之前很酷 他是那種鬼娃很龐克風的 然後在店門口就有放很多這種流血的娃娃 然後上頭上釘的釘子啊 嘴巴有一個釘書針 定起來的這種照片可怕的娃娃 他有童裝呢 你覺得這個衣服小孩子穿起來怎麼樣 他的童裝是給比較小的小baby穿的 就是那種剛出生啊 對 剛出生的那種 然後可能不到一歲那種小baby穿 有很多這樣小丑有沒有 超龐克的 就是閃靈的小孩應該會來買的那衣服 所以現在就來到我們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戰場了 小女她現在已經 她現在已經就是脾氣涼起來了 給大家看她 哭得臭臭的臉 哭得臭 哭得臭 覺得她會喜歡這種海軍風嗎 這個好像有 這個好像蠻正式的 她如果有那個嬰兒之間的party 這件還蠻可愛的 那妳會太平淡嗎 那老闆娘幫我看這Emilia 讓我可以全新的應付這一場戰 可是妳女兒現在赤裸的耶 是不是很實況 這場Emilia的那個衣服PK戰役 已經到了最後一關了 我們選兩件衣服 到底今天PK選一之戰 花落誰家 妳選哪一件 妳選一件 妳選一件 這件 妳喜歡這件還是喜歡這件 有沒有在給我面子 有沒有在給我面子 沒有在給我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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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妳說 專業的服裝CBA還是有用的 所以呢 獲勝 耶 我這樣拍了 拜拜 我們在TML21錄的這一集 第一集的這個親子 VASIO 這樣玩 對 算是蠻成功的 然後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叫做 VASIO姐妹花泰國深度旅遊 歡迎訂閱分享留言 如果妳有什麼想法 有想要問說哪裡更好玩啊 或者是有什麼更有趣的親子旅遊體驗的話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呢我們這VASIO呢 有很多的客製化行程 如果妳是親子的話 請務必要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可以幫妳規劃出 大人小孩都非常滿意的行程 一定要鎖定我們所有的社群平台 Youtube、Facebook和IG 記得tag我們喔 好不好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我跟TML21進行的這場 童裝PK賽 我還是覺得我贏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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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